麻雀真的会认人 彰化现有一对老师夫妻党 两年前救了一只受困的麻雀雏鸟 把他取名为卧寿司 那么他常常会回来看他们 而最近他们俩发现说 有另外一只麻雀会跟着卧寿司一起回来 原来他已经成家 还生了一窝小麻雀 王老师很像动画片里面的白雪公主 手一伸小麻雀就跳到他肩上 乖巧温顺 看到有食物 他又跳到王老师手上 一系列动作流畅和谐 人鸟感情犹如父子 两年前王老师夫妻救了受困的雏鸟 因为常常把他握在手里喂食 就给他取名叫卧寿司 卧寿司虽然到对面屋顶足潮 却几乎每天都会飞回来看他们 后来又带了另一只麻雀回来 只要早上一出来 他就一定飞下 所以说他扒在框上面 扒在他叫门 叫门在不在家 卧寿司停在他们手心 是虫另一只就在旁边地上等 从一开始距离五六公尺 越靠越近 现在经常就停在他们面前 夫妻两才发现 这应该是卧寿司的 这个学习能力叫做硬痕 所以那个麻雀 就会把养过他的主人 当作是他的妈妈 而且他一辈子都会记得 虫鸟有特殊学习能力叫做硬痕 聪明的会记很久 野放后还会飞回来 王老师说 卧寿司去年就生了一窝三只虫鸟 所以搞不好 卧寿司已经当阿公 这群鸟宝宝一直黏着不走 让他们生活添了不少乐趣 季节带欧梦 将会报道